儿子还没结婚就死了 父母担心他走得太孤单 就花钱买了一个媳妇陪同上路 散落的书包鞋子 刺目的满地雪字 以及被撞变形的摩托车 凌乱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这里刚发生了一期惨烈的车祸 修车工孟小军是事故的受害者 眼角瘀青 后脑缝针 右腿骨折 身上的伤痒痒就好了 可心里流的疤怎么去掉 妻子在事故中身亡 年仅四岁的女儿 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生死不明 医生说 她女儿严重脑损伤 肾脏肝脏都被感染 消化到也开始出血 药物已经控制不了 得马上进行手术 最多坚持一周时间 孟小军静静听完 哑着嗓子问 多少钱 十二万 上万的天价数字 重重压在男人心里 她连妻子出病的钱都没有 一周上哪弄十几万 孟小军眼里满是空洞与绝望 病房内 女孩身上插门管子 微弱的呼吸几乎听不见 护士为其擦拭身体 幼小的身躯便不伤痕 男人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看着 女儿是她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这十二万 她定要愁到 孟小军一瘸一拐地 来到田时间 工作人员老刘询问 你什么时候出病 因为没钱 妻子的尸体 已经放在这一周了 男人说快了 两人没说是什么事 可这关乎买卖的话题 让人听了不免有些心惊 穿过拥挤脏乱的小巷 孟小军回到了家 她翻箱倒柜 找出了妻子生前拍摄的单人照 拯救的小屋 放黄的墙壁 房子布置很简单 却能看出一家三口 温馨生活的痕迹 可现在 没了女主人的碎碎念 没了女童的打闹嘻嘻 现在留下来的 只有那满屋的寂静 隔天一早 孟小军根据老刘给的地址 来到了一处偏远村落 他拄着拐杖 向村民们四处打听 最终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前 敲开门后 一位中年男子 把他领了进去 原来他家儿子 在不久前刚去世 为不让儿子路上 走得太孤单 两位老人家决定 花费所有积蓄 给儿子物色鬼新娘 解阴魂 揣摸了照片后 老人问 死多久了 一中 痴症没啥大伤 除了脖子上的一条口子 他急需用钱 女儿的病情等不了多久 孟小军让两位老人 尽早做决定 老父亲没说什么 只是把照片 拿给一言不发的妻子看 老母亲看着照片 捂着嘴痛哭起来 儿子终于结婚了 可没想到 是以这样的方式 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何其的痛苦 孟小军 为儿卖王妻 又是何其的无奈 回去后 他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妻子 生前常用的梳子 恍惚间 一个长发女人 走了进来 他翻箱倒柜 寻找东西 最后 拿走了孟小军 手里的梳子 梳好头发后 女人准备离开 孟小军叫住了他 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死去的妻子 他对妻子说 放心吧 我去接女儿 再一看 窗边那还有妻子的身影 而那把梳子 也一直在他手中 孟小军去挺尸房 见了妻子最后一面 看着那熟悉的面孔 男人对在心底的苦楚 与委屈 都化作泪水 变成了无声的哭泣 发泄出来 最后 女人的黑白头像上 盖上了红盖头 与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结了婚 村民们吹着唆呐 送走新人 在这红色喜庆的氛围里 多是沉默寡言 两位老人也陪儿子 走完了最后一程 在这朦胧的乡间小路上 这对夫妻被送上了山 大火燃起 指挥飘扬 肉体与灵魂 都被埋葬在 这一泡黄土之下 另一边 手术费凑齐 女儿有了就职机会 孟小军坐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结果 不知过了多久 医生出来了 他在那冷清的等候室里 看到了累到睡着的孟小军 影片安魂曲 是导演文木野的现实短片 三年后 我不是药神 出现在大众视野 通过两部影片 都能看出 导演一直在关注 归宿这个问题 无论是身体 还是灵魂 主人公都面临着现实困境 影片没有窥探 因婚习俗的好坏 仅是利用冥婚的形式 将两个同处困境的家庭 联系在了一起 一边为卖尸体 救女儿求生 一边为买尸体 配儿子求死 影片阐述的是 人间百态中的一种生活情形 没有对错 只有个人的无奈 心酸 与无从选择 故事最后 没有说手术是否成功 而是以风吹明指的场景结束 就像生活 从来没有结局 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 所谓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